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Telegram Bot来搜寻Google云端硬碟的图片 那这个程式呢 其实可以想象成是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 用Telegram Bot来搜集Google试算表的资料的第二个版本 那我们在之前那个纯粹搜寻文字的资料基础上面 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那我们新增的功能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隐藏栏位 你的试算表有很多个栏位 也许你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某些栏位是不要让人家看到的 那你可以设定我哪一些栏位是要隐藏起来的 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启动搜寻功能的投文字 那因为我一般写这些程式是为了我自己使用 那有许多网友他们可能是想要放到群组里面 让群组里面所有的人都能进行搜寻 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的程式是对于任何一个使用者的任何一句话 他都会启动搜寻的功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呢我们新增了一些功能就是 你可以设定我的这个讯息开头要是某一个字或某一个字串或是某一个符号 只有这个讯息的开头是你所设定的投文字 那它才会去进行搜寻的功能 那第三个当然也就是这一次的重点 就是我们可以让它去搜寻Google云端硬碟里面的图片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制作这一套程式吧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